好的主播 画面上您可以看到 一名船夫从船上往岸上拍 放油旺去只有一片浓烟 烈焰也不断肆虐 许多住宅复之一具 这名船夫沿着河岸继续往前开 竟然还拍到岸边的一艘船艇 整个被火焰吞噬 烧成一团火球 加拿大全国有超过1000起野火 同时燃烧 1375多万公顷遭焚烧 这个面积几乎等于四个台湾大小 而西岸的卑诗省 有380处野火正在燃烧 当局不只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 省长还表示 全省有3.5万人接到撤离命令 另外有3万人处于疏散警戒状态 可能随时需要撤离 而且当局更发布了一项旅行限制令 限制前往南部内陆地区的非必要旅行 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